好我來問一下亮哥 抗中寶台跟賣芒果乾 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真的像年輕的選民 認為說都沒有用的話 那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當選之後 對於改善兩岸關係 才有很大的幫助 那為什麼年輕選民 他們一樣也是心存疑慮不買帳 因為太遠了 因為大部分的 在做兩岸生意的人 又不是年輕人 坦白說啦 真正去過大陸的人 也不是台灣的多數人口 台灣去過大陸的人 大概只有40% 大部分人都沒有去過 所以民進黨洗腦的 文宣會有作用 然後台灣的媒體 坦白說你如果沒有 常常在看中天 大部分對大陸的新聞都是 負面居多 所以大家要看中天好嗎 我講白了啦 對中國大陸是 嚴重扭曲 然後我們又大部分 都是跟美國媒體 美國媒體也大部分 都是寫負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積飛城市啦 然後你又沒去過大陸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啦 許天才他當過台南市長 然後他後來去當商業院的院長 商業研究院 然後他去訪問上海 然後他驚嘆 說上海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啦 你有沒有嚇一跳 他好會嚇一跳 他還算是經濟學家耶 對啊 他算是當過市長 而且立委 又是財經立委 程度算是很好了 他至少看得懂統計數是吧 沒有啦 就是跟那個直接的接觸 還是那個落差 心裡的shock啦 因為你去上海 那很明顯就是超過台北嘛 那還用說嗎 他就是國際都會嘛 你去那邊你就覺得 你去的一個國際程式 你台北都還不認為 它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沒有這種經驗啦 然後就積飛程式 那你英文又沒有那麼好 大部分都看台灣的媒體 我真的是這樣 而且還不看大陸跟香港的媒體 只看台灣的媒體 所以當然會 我舉過一個數字吧 在另外一個節目啦 那個支持民進黨的人啊 認為兩岸發生戰爭會出兵 美國會出兵 來支援台灣的有73% 那全台灣的平均是35 你看這個落差有多大 所以那年輕人大部分 他接觸訊息的來源 一定是家裡嘛 電視嘛 報紙嘛 我們的網路嘛 所以你是 你就活在一個閉鎖圈裡面啦 就這樣啦 尤其是容易受父母的影響 所以就一直傳下來啊 而且在朱立倫跟韓國瑜連續敗了之後 民進黨有一陣子 政黨支持度是贏國民黨10%以上 那民進黨是最近這一兩年才掉下來的 因為執政成績 大家逐漸看清楚了嘛 可是 民調掉下來我不認為是因為兩岸因素 主要是因為自己自在做的很爛 那就像謝龍介昨天在台南那個演講講的啦 說我們需要疫苗他們就賺疫苗 我們需要快篩他就賺快篩 我們需要雞蛋他就賺雞蛋 到處都政商勾結啦 我覺得是因為這樣掉下來 那台灣老百姓講白了 最有感的是這種議題 不是兩岸啊 因為兩岸對他來講不是利己的東西嘛 你自己跟他講ECFA 他又沒有在做生意 他怎麼會有感覺 他是間接的嘛 所以 兩岸的議題我認為只有助於 號召本黨的群眾 就是讓自己的選民歸隊啦 可是中間選民靠兩岸議題沒有用 基本上沒有用 所以還是要打弊案 對要打弊案 才有用 大家才有感覺啦 好接下來我要請立將軍來跟我們談一下 所謂的輔選效應 因為現在呢 包含這個蔡委員也有特別提到 所謂的合唱團效應 在這個趙紹康跟韓國瑜兩個人加入之後 現在有人認為說 他們兩個人就是所謂的雙龍頭 我們來看一下鏡週刊有特別分析 國民黨推出了這個侯康佩 角逐2024總統大選 藍營已經為選戰後期的氣保預先鋪排了 希望透過趙紹康的加入 還包含了韓國瑜列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全力進攻綠營的施政弊端要拉抬士氣 好另外呢 藍營人是有透露 北北桃戰隊要納入所謂的藍三都輔選要角 特別鎖定的是台北跟桃園這兩個地方 好主要就是因為蔣萬安跟張善政 他們兩個人當年也是面臨撒卡都的選局 然後最後呢都脫穎而出 策略一來看到促深藍選民歸隊 再來就是打賴氣科 當然接下來要集結非綠的支持者 韓國瑜現在他有一個重責大任 現在已經啟動全台的輔選模式了 也受邀參與多場北中南黨籍立委的進總成立大會 藍營的立委參選就說 韓國瑜他依舊是黨內的人氣王 對於深藍的凝聚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如果現在再加上趙少康的話 那麼就很有利於在空戰上碾壓過對手 前立委沈富雄他有認為說 趙少康一個人就可以抵好幾個對手的副總統候選人 他說他是知識藍也很愛台灣 另外呢台語也講得很不錯 他說呢大家都太小看了趙少康歸隊的效果 問一下立將軍 我覺得我們策略一二三三個這樣來檢討來看 第一個出身藍的選民規隊 大概這點已經做到了 現在在策略二 對現在策略二來講的話 大概亮哥剛剛也都講很清楚 我現在講策略三對不對 怎麼樣集結非綠的支持者 其實我們從這個美國的 不管是美國的選舉 或上次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選舉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選民最在意的是經濟的議題 你怎麼樣讓經濟的議題 才能夠打動這些年輕人的心 那時候韓國瑜提出來的口號 美國他們提的口號是什麼 叫笨蛋對不對 關鍵在經濟嘛對不對 然後韓國瑜提的是什麼 就是獲出去人進來對不對 高雄發大財 這都是經濟的議題啊 這是我給這個柯振營 不是侯振營 我們南營一個口號 叫做香香有工作 人人可創業對不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